原來我真正正正在學師 將錶改裝製造了我自己的手錶 吳伯伯的兒子啊 John 從小就在樓梯底的製錶檔仔 拆爸爸的錶 其實戰後 香港已經是最大的機械錶轉口港 八九十年代 機械錶落伍了 出口電子錶令很多人致富 錶在香港真的很厲害 在那個年代 John就走了去瑞士Woodstep中標學校學整錶 成為香港的錶像 錶壇教父Philip de Fort 以及有名的獨立錶像Michelle 都是他的老師 他的緣起就是這個只有二三十呎的舖子 吳伯伯的腳邊 你記不記得你怎麼跟我說 土的錶你沒有整壞了 我就是這麼多學師 你記不記得 那隻腳這樣對著我 東冷就下熱 出曬寒 在店裡有很多事情都要靠想像力解決 但就學會大行不會教的傳統手工藝 例如中車心 用手瓶縫印針打磨成錶心需要的車心形狀 有多精細 例如我的頭髮是0.8個C那麼粗 做一個車心的誤差 就不可以多過0.1個C 難度極高 但就是大行所謂的不夠正統的整錶法 但John覺得 在這種資源有限的環境下 可以孕育克服困難的創意 面對今天香港 John覺得 抹殺所有手工藝 這個樓梯底 不只是他們一家人的根 有些人覺得 一些東西不太重要 用價值觀去看這個世界 你說那裡賺不到錢嗎 那裡不是賺錢 一個磨鍊來的地方 一個孕育的巴士教授 我常常說 樓梯底就是中標業我們手工藝的延落